这一次的全国性的大选 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等于是民进党执政的 所谓的启东考 启东选举 那也是检验这个小英总统 执政这两年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考试 那我个人的看法 其实大家现在就觉得 经济不好 年轻人也看不到未来 不敢结婚 不敢生孩子 长照到进步做 有的人夫妻去长照 就是这种人民的困难 不是大家没有支持台湾 大家都支持台湾 现在的困难就是经济这么困局 就是民进党拿的收入 经济不错 高市也不错 就是民进党拿的收入 现在是什么民众武感 民众武感的感觉就是说 因为我们大概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的都是在国外制造的 百分之六十在国外制造 所以造成就是在国外制造的 结果你的薪水 还有包括现在很多 红色供应链 以前很多的 你是在台湾生产 人夫妻过 那现在很多这个 所谓的红色供应链 取代了 所以变成说 很多以前在台湾做的 人夫妻现在也减少 再加上一个 就是说 现在这些成功的 所谓全球化的赢家 所谓全球化的赢家 最大的科务就是说 他现在的投资 台湾都是在国外投资 所以变成国内的投资不足 内需不足 然后南部 南部是这一波里面最惨的 我想这个 红皮跟这个国东凶 这个要说明 台中跟高雄比较 现在高雄的人口减少了 台南现在是连续六个月人口减少 台南市 外移出去 人口减少 外移 这个还包括 譬如说 那些在台湾吃头肉的 他让这些在台南 但是他可能在大陆上班 所以他的消费就变减少 消费减少 我想你们等一下这很内行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经济困局底下 要怎么去振兴台南的经济 我想我很同意这个林董 我们说台南的经济 如果没进去 你未来是怎样 不然这些民进党 但是未来是未来 怎么办 台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经济 就是过去合并八年 其实是在升格第七年到现在 是经济是负的7% 2017年他这个的经济的手产值 是比过去负7% 所以在这个经济困境底下 人民最期待的就是怎么样去振兴经济 那当然这个县市和平之后 这个红河的交通也没有处理 所以现在全台湾最塞车的是台南 就是台南从永康交流到最塞车的 目前是全台最塞车的 那整个交通红河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处理 还有就是整个在地经济一厢一特产 完全几乎消失 所以呢我想我这一次的参选 其实就是要改革整个台湾直辖市 这个大型直辖市 根本的照顾不够 一定要由上而下 有区的自治才能够真正发展在地经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